台湾号称洗肾王国是个警告你肾脏出问题了,千万别忽视! 台湾号称洗肾王国,还曾登上全球洗肾密度最高的国家第一名,尽管罹患肾脏病的高风险族群多为高血压、糖尿病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,但年轻人还是不能放松警惕。 虽然要接受检验,才能确定是否有肾脏病,但生活中还是有不少迹象是有迹可循的。 1. 睡眠问题 当你的肾功能不正常时,毒素会因为无法透过药液排出身体,而留在血液中。 2. 当毒素增加时,会让你难以入睡,这也是为什么睡眠不足时,肾功能可能会因此下降的原因。 慢性肾脏病患者还可能出现睡眠呼吸中止症,睡觉时会有一次或多次呼吸暂停,而且会持续几秒到一分钟,每次暂停之后,就会发出巨大的酣声。 2. 所以你如果平时有严重打呼的情形,最好赶快去看医生。 2. 常常头痛,容易疲劳且全身无力。 健康的肾脏病患者会将维生素D转化成强壮的骨骼,并产生促进红血球生成的激素Erophoboietin, EPO。 3. 当肾脏功能不正常时, EPO分泌变少,负责携带氧气的红血球也会减少,这会造成肌肉和大脑快速疲劳。 3. 贫血是慢性肾脏病患者最常见的症状,当肾功能只剩下20%或50%时,就可能引发贫血。 如果你明明睡眠充足,却还是一直感到疲倦,全身无力,应该马上去看医生。 3. 皮肤前养 健康的肾脏会去除血液中的废物和多余的液体,帮助制造红血球,也能维持体内矿物质的平衡。 4. 如果你的皮肤常常前养,这有可能是因为肾脏无法维持矿物质和营养物质的平衡,严重还可能导致骨骼和肾脏疾病。 5. 如果你的皮肤突然前养发痒,请尽量补充水分,并按照医生指示用药。 5. 如果你的皮肤突然前养发痒,请尽量补充水分,并按照医生指示用药。 5. 当肺物推积在血液中时,可能会改变食物的味道,并让嘴巴出现金属味。 5. 血液中毒素或肺污太多,是造成口臭的原因之一,患者通常还会失去食欲,造成体重下降。 5. 虽然嘴巴出现金属味有很多原因,但如果已经接受治疗,金属味却还一直出现,就该看医生找出真正的病因。 5. 呼吸急促。 5. 肾脏功能不正常时,体内多余的液体会进入肺部,同时贫血会消耗身体的氧气,导致呼吸困难。 5. 然而,肾衰竭,气喘,肺癌或是心脏衰竭,都有可能导致呼吸急促,如果你经常喘不过气,最好赶快去找医生。 6. 手脚、脚踏肿胀。 6. 肾脏病患者无法排除体内多余液体,造成纳致留在体内,会导致手脚和脚踏肿胀。 7. 而下肢肿胀也可能是心脏和肝脏疾病,或是静脉曲疆所造成的,有时补用药物可以减少盐分和清除体内多余液体,但如果没有帮助,就必须寻求其他治疗。 7. 悲痛。 7. 肾功能衰竭可能会导致腹骨沟或臀部区域疼痛,背部疼痛和腿部疼痛则可能是肾囊中引起的。 7. 肾囊中主要是因为肾脏表面出现水泡状囊中,里面还有液体。 8. 肾衰竭引起的背痛会伴随物心、呕吐、体温过高和贫尿的症状。 8. 如果你是这种悲痛,光吃止痛药是没用的,赶快去大医院检查比较实际。 9. 台湾号称洗肾王国是个警告你肾脏出问题了,千万别忽视。 9. 台湾号称洗肾王国是个警告你肾脏出问题了,千万别忽视。 9. 台湾号称洗肾王国是个警告你肾脏出问题了,千万别忽视。 还曾登上全球洗肾密度最高的国家第一名,尽管罹患肾脏病的高风险族群多为高血压、糖尿病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,但年轻人还是不能放松警惕。 虽然要接受检验,才能确定是否有肾脏病,但生活中还是有不少剂像是有剂可循的。 1. 睡眠问题 当你的肾功能不正常时,毒素会因为无法透过尿液排出身体,而留在血液中。 2. 当毒素增加时,会让你难以入睡,这也是为什么睡眠不足时,肾功能可能会因此下降的原因。 慢性肾脏病患者还可能出现睡眠呼吸中止症,睡觉时会有一次或多次呼吸暂停,而且会持续几秒到一分钟,每次暂停之后,就会发出巨大的酣声。 2. 所以你如果平时有严重打呼的情形,最好赶快去看医生。 2. 常常头痛,容易疲劳且全身无力 健康的肾脏病患者会将维生素B转化成强壮的骨骼,并产生促进红血球生成的激素。 3. 肾脏病患者 EPO分泌变少,负责携带氧气的红血球也会减少,这会造成肌肉和大脑快速疲劳。 贫血是慢性肾脏病患者最常见的症状,当肾功能只剩下20%或50%时,就可能引发贫血。 3. 如果你明明睡眠充足,却还是一直感到疲倦,全身无力,应该马上去看医生。 3. 皮肤潜养 健康的肾脏会去除血液中的废物和多余的液体,帮助制造红血球,也能维持体内矿物质的平衡。 3. 健康的肾脏会去除血液中的废物和多余的液体,帮助制造红血球,也能维持体内矿物质的平衡。 3. 如果你的皮肤常常潜养,这有可能是因为肾脏无法维持矿物质和营养物质的平衡,严重还可能导致骨骼和肾脏疾病。 3. 如果你的皮肤突然潜造发痒,请尽量补充水分,并按照医生指示用药。 4. 有口臭或是嘴巴有金属胃。 4. 有口臭或是嘴巴有金属胃。 5. 可能会改变食物的味道,并让嘴巴出现金属胃。 5. 血液中毒素或废物太多,是造成口臭的原因之一,患者通常还会失去食欲,造成体重下降。 5. 虽然嘴巴出现金属胃有很多原因,但如果已经接受治疗,金属胃却还一直出现,就该看医生找出真正的病因。 5. 呼吸急促。 5. 肾脏功能不正常时,体内多余的液体会进入肺部,同时贫血会消耗身体的氧气,导致呼吸困难。 5. 然而,肾衰竭,气喘,肺癌或是心脏衰竭,都有可能导致呼吸急促,如果你经常喘不过气,最好赶快去找医生。 6. 手脚、脚踏肿胀。 7. 肾脏病患者无法排除体内多余液体,造成纳致留在体内,会导致手脚和脚踝肿胀。 7. 肾脏病患者无法排除体内多余液体,造成纳致留在体内,会导致手脚和脚踝肿胀。 7. 肾脏也可能是心脏和肝脏疾病,或是静脉曲张所造成的,有时服用药物可以减少盐分和清除体内多余液体,但如果没有帮助,就必须寻求其他治疗。 7. 肾脏功能衰竭可能会导致腹骨勾或臀部区域疼痛 背部疼痛和腿部疼痛则可能是肾囊肿引起的。 肾囊肿主要是因为肾脏表面出现水泡状囊肿,里面还有液体。 肾衰竭引起的背痛会伴随物心、呕吐、体温过高和贫尿的症状,如果你是这种背痛,光吃止痛药是没用的,赶快去大医院检查比较实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